嗨,大家好,我是丁君 那我也是参加第一次焦点的诗书 那我参加的是竹平老师的 那我觉得整堂课下来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 你可以近距离的去阅读 一个非常,你很景仰,一个对象 它的人生故事 从这样的一个人生故事 你可以去发现到 你有什么可以调整的 甚至是你有什么可以参与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参加焦点的这群同学 因为会想要来听诗书的人 他们绝对是不一样的人 会想要来参加焦点诗书的人 更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在这边的这群人呢 你很容易去跟他们做连接 你很容易知道说 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甚至他们有什么样的背景 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的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不最好的部分 第三个,我觉得一个 很棒的一个焦点诗书 他们是长期的 长期的学习团体 所以我在这边很想要推荐 焦点诗书 谢谢